各股盘后分点数据分析 并非买卖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 请小心谨慎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我OK你先买 现在是 时间是2022年的5月6号 凌晨 凌晨0点30分 就是已经跨日了 5月6号 0点30分 那我现在看到的 现在看到的 道琼是跌1000点 台指是跌300点 对 今天有在群里面提醒大家 9点15分的时候 有提醒大家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有提醒大家 希望大家 没有追高 对 反正我是 尽力提醒 的义务 对 不知道 早盘会怎样 说不定就反弹回去了 对 现在已经跌到底了 一天涨1000点 一天跌1000点 大概就跌回来了 不晓得 有要等早盘的自己等 我应该是要来去睡觉 把这录完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礼拜四 明天礼拜五 礼拜五 就是基本的空军日 空军日我们来看一下 群里面有人说要看一粒店 我们先看一下一粒店 一粒店 基本还是差不多 反正就是主力持续卖 这个凯基主力 这里买的都卖光光了 应该是赔钱 都倒出来了 第一个分点 这个看起来像短线 短线 对 短线 所以明天 应该也没什么赶在进去了吧 可能空不到 因为他可能 对 先提醒一下 如果明天开低的话 开低的话 有机会主力会拉到平盘 因为今天有很多投信进去强短 投信这次可能跌坑了 对啊 如果美股还是继续崩跌的话 那这次投信可能跌坑了 不过他们会想办法 把股价拉到平盘 让他今天的亏损少一点 所以要观察一下 不要一早就空 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10点或是10点半 9点 9点半 那就是半个小时看一次 观察一下不要太早空 太早空 也不一定 有些他可能就放弃不拉 他可能不知道 每一档他可能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 再会来讲伊利店 伊利店 这个短线 这个没有什么 伊利店就是筹码持续偏差 对啊 散户会一直买的 这放心好 散户会一直买 一直买 那这大户持股越来越少人 散户会一直买 一直买 持续买 对啊 他们会不离不弃的 这些散户们会不离不弃的 一直买上去 然后股价一直往下掉 OK 好 然后还有讲什么 新唐 是不是有人要听新唐 新唐 4919 注意 今天要讲快点 今天蛮多标的可以分析的 4919好 4919新唐 收个十字 嗯 十字 不是挺好的 确实不是挺好的 然后他也是一样 啊主力大户也都开始减码了 对啊 不过今天也是有硬拉 头信也是有拉 现在变头信在支撑啊 头信不支撑 应该就拜拜了 啊这 买两天 第一个大户买两天 这会到啊 嗯 不晓得 看他压力大不大 对啊 这 有点难 有点难 不过有 有点难 难 难 难判断啊 基本上我是会跳过 对啊 某跟大通 这个隔日冲而已 其他的很难判断他会不会明天卖 对啊这看起来 也可能会卖啦 因为毕竟 到上轨了嘛 你到这里 就会有压力在啦 这已经是前高了吧 看一下167.8 这里 167.8 对啊 现在167.8 168 一个tick 168 167 这个应该是167 他讲错了 167.8 乱讲 ok 所以 现在到上轨又收十字 明天 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 大量的往上拉的时候 可以 想做的同学可以试试看 记住啊 要量大 大量 买盘捷径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 再来看这个 大成钢 大成钢 讲快点 红绿红 这叫红绿红 自己判断啊 第一个大阻力就是红绿红 我讲快点 因为有一堆 多今天 今天比较多标的可以讲啊 所以 我讲快点 2436 我全店 有全店 有全店看好 这个 呃 这也是短线嘛 高盛 这是回补单还是什么 不然一样 筹码都不好看啊 然后到了一个月线 到了一个月线 不过要小心哦 月线有上压 可能会下来啊 月线有上压 可能会下来 不过他筹码 感觉有在收集啊 那这买几天 应该差不多该卖了吧 都到月线了 对啊 好有全店 下一档2449 2449 我想快点 快点 怕来不及太晚了 刚才看夜盘 夜盘才太刺激了 一直降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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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千点 好这个 国泰 看起来 不知道 金元店 不过就是 到上轨啊 因为他主要是到上轨啊 明天如果有压力的话 可能就很难过去了 啊 不过分点的筹码都还行 你现在卖的人 一路卖 这赵峰啊 赵峰啊 大摩啊 这个应该是正外支喔 这摩跟 大摩 这个应该是正外支喔 一路卖 这应该是正外支啊 才有办法这样子卖 我猜的啦 我猜的啦 我不晓得 再来 二 二字架 我们看一下前面两个分点就好了 这个 卖卖卖卖 这看就 感觉像回谱 这也是卖卖卖 买两天 这感觉像回谱 不晓得 对啊 你们可以自己 自己判断啊 我 我都是猜的 对啊 然后这也是大摩在卖 大摩在卖 最麻烦的就是大摩在卖 最麻烦的大摩在卖 强貌 好 再来进浩克 啊 这浩克我们以前的好朋友啊 浩哥 我们以前的好朋友啊 好可惜啊 不能做多他了 看这个也是啊 感激台北红绿 大家知道怎么做 看一下哈 看一下谁在卖 瑞士 瑞士信贷 其他的应该是空单吧 这感觉像空单 ok 差不多 自己自己判断分析一下哈 3105 穩帽 穩帽 这拉不大上 人家都已经弹到月线了 他还弹不上 好像夺落 人家都已经弹到月线 他还月线还碰不到 碰不到 你就知道这档多弱啊 多弱啊 欸美琳一直买 买了三天还买不上去 高升买两天还买不上去 多弱啊 这到底是回补单还是 欸这看起来像回补单啊 美琳是多单啊 是吗 好自己判断一下啊 这看起来有的像回补单啊 多弱啊 多弱啊 台湾汇率 台湾汇率 台湾汇率一路卖 台湾汇率 最近台湾汇率 不知道是哪个户头转过去的 好狠啊 到处 到处放火 台湾汇率真的到处放火 那这筹码一样差 一样差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吉保户数越来越多 一直往下 你看到月线啊 到月线会有个压力在 然后这个红绿红 嗯 台湾汇率有出现 好 金红 好 快点哦 自己慢慢挑 国泰安和 短线吗 看起来像短线 红绿 红绿 看起来像短线客 一样到大月线哦 最近这几天拉了一个礼拜 大概都到月线哦 对啊都蛮厉害都拉到月线哦 又是大摩在卖 大摩 大摩 要让他 大摩 厉害的卡 哎 刚刚到那边亚信 现在是353 台胜客 台胜客 哎呦 这好像 筹码不错哦 筹码不错哦 好像啊 呦 怎么点一个就是红绿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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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妙 哎呀不妙 又是大摩在卖 大摩 太厉害了 大摩 一路卖到他均价的样子 好 3645 反正很多都到月线哦 很多都到月线 你看这个已经 这筹码比较好啊 就直接冲过月线 对 筹码蛮漂亮的 打叉 先不看先不看 筹码蛮漂亮的 先不看先不看 忘记忘记 大家忘记这档哦 大家忘记这档 这个感觉好像还不错啊 哇这可不可以做多啊 而且投信有在买 好好我来记录一下 这个可能改一下颜色哦 这我来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感觉还不错 好预创 预创的筹码一样没有没有变比较好 这一样是红绿红 红绿红 你看他是他他做的方式都跟跟这个颜色一样 红绿 他也是绿 他也是红 这个厉害啊 那明天吃红是绿自己猜 创为6104 快点现在录几分钟了 12分钟了 还这么多档 哎呦呦呦呦台北红绿红一样 红绿红 他也是红绿红 他也是红绿红 谁在卖 台信在卖 ok 记得哦 记得操作的SOP 要有拉高出量 红绿红 拉高出量在空 不要傻傻的一开盘断空 拉高出量慢慢空 记得资金的分配还是最重要的 109 资金要自己分配好 这筹码走叉 筹码走叉 约线下弯 这个筹码算集中啊 不过有一些短线客进来 短线客 买一天 买一天 这隔好几天才卖 会不会隔好几天才卖 如果开盘一样这么糟的话 跟我凌晨半夜看的这么糟的话 这可能也是要出了 原理应该在虎尾旁边吧 没记错的话 南电8046 8046 哎呀这个南电啊 南电 南电啊 南电 南电我是不是空了一大堆啊 好像也没有哎 看一下我是不是没还没回补啊 哦还没回补 南电啊南电 南电这个也是有在我们的 讲讲了一两个月了 还在讲南电 啊 莲友 那南电这个也是快 也是打到上轨 打到快快到月线 来吃莲友 3.34 莲友 哎高盛 嗯 红绿红 啊这个在上轨 这个是因为他的 配息配很好 所以就 然后就有人 就死在沙滩上啊 反弹都是逃命啊 别追太高啊 最近反弹就是逃命啊 红绿红 红绿红 看一下谁在卖 野村 新加坡 好 参考一下哈 三五四五 敦泰 敦泰啊 直立率爆高啊 13块 直立率爆高的一张股票啊 没有用 美玲 红绿红 小薰啊 很多红绿红 红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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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前前前五个分点里面有三个都是红绿红 哇 3比2 那就被KO掉了 这个 这个在干嘛 这个是在干嘛 野村在干嘛 埋在这里 埋在这里 还是这是回补啊 会不会有可能是回补啊 会不会有可能是回补啊 看起来像是回补啊 看起来像是回补啊 没事 反正这很多红绿红 敦泰明天注意啊 明天注意啊 他这个已经到了 越线在这边啊 打住了 直立率13 载下去 直立率越来越高 会让你越来越想卖哦 47 4739 康普 康普 没起码 康普 红绿红 红绿红 绿绿红 红红 好 大家看这些档就好了 统成 短线 抄底 强短 土成 强两天 土成这会 原大土成这会凹的 大土成永林这会凹单 他不一定隔天会买 他有时候会放一两天 凹单 6182 6182 合金 合金也是一样 到月线 红绿红 红绿红 绿绿红 这是绿绿红 台北 台北已经 哇绿两天了 一涨就卖一涨就卖 是卖还是空 不晓得 呦 不知道 好 合金 然后 汇光 汇光 汇光这 这要小心了 这在越上升的月线 可是他 如果20天过去的话 可能会 过不了哦 他可能会慢慢走弯 走弯 就会往下掉 慢慢的他会往下弯哦 慢慢往下弯 他这个汇光这个会慢慢往下弯 要小心哦 慢慢往下弯 然后筹码越来越差 筹码越来越差 然后就会 几把户数就越来越多人 那再看一下 大户的筹码有没有 还没有人在收 如果没有人在收的话 可能就会越来越差了 这当股票就越来越差 就真的确定 进入空投了 这头 头在这边 嗯 差不多 爱普 6531 6531也是不好 到达月线 到达月线 能看他沿着月线杀 沿着月线杀 沿着月线杀 艾普啊 艾普啊 沿着月线一路杀 艾普啊 艾普啊 800的样子 900 900 这有玩小波 去年吧 去年前年 去年 对 去年也玩小波 一路杀圆着月线啊 你看这个 哇 这教科书上面写的 这线多漂亮 这阻力多厉害 阻力多会做线 这么漂亮的一条线 你看漂亮啊 这样子好 也是让绿红绿红 绿绿红 绿绿红 明天不知道 啊 不过到了上升的月线 好了 今天大概就介绍到这边 然后夜盘还在跌 所以 反正最近就是 反弹 不管有没有获利就 就 就出场吧 对啊 不管 不然 你如果要等他回来 可能要等十年 也没有那么夸张啊 不知道等到哪时候啊 不晓得 也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对啊 因为 今年来讲相对的很多 很多 很多的股价都相对高啊 啊 那所以你现在要 要等他回来 可能会有点难度啊 还要等下一波的大行情 下一波大行情要等多久啊 哇 可能又要再等十年了吧 不晓得 好了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然后要加入群的自己 自己去那个 下面找啊 下面那个什么东西啊 详细资料那边可以看到群的连结 自己加 基本上我都会 有看到我就会把它审核通过 ok 好今天就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